应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金安执行主席施瓦布 瑞士联邦主席阿姆赫德 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的邀请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月14日至17日 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年会 并对瑞士、爱尔兰进行正式访问 李强总理访问瑞士期间 将同阿姆赫德主席及其他联邦委员举行会谈 就中瑞关系及各领域的互利共赢合作 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中国和瑞士建交74年来 双边关系发展良好 2016年两国确立创新战略伙伴关系 2017年初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 双方达成一系列重要合作共识 为中瑞关系的发展做出重要战略引领 双方在经贸、金融、创新、人文等领域的合作 基础深厚、潜力巨大 李强总理此次访问瑞士是2024年中欧高层交往的开端 中方期待通过此访 进一步推动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保持中瑞高层密切交往 增进政治互信 加强双多边合作 共同支持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 更好的充实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 今年是中国和爱尔兰建交45周年 当前中外互惠战略伙伴关系平稳发展 各层级往来互动频繁 经贸投资、绿色发展、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持续深化 此访期间 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元首共识 巩固政治互信 深化各领域合作 深入沟通 中方期待同爱尔兰方面一道努力 推动两国关系 实现更大发展 为中欧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做出新贡献